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4月4日15点54分联合报记者陈杰玲及时报道尖头蛇有毒 原头蛇无毒其实是错误观念 机管署提醒部分原头蛇类有毒性 先头蛇在飞警戒时投行也可能飞倒三角形 民众不可单以投行分辨毒蛇 目前机管署结合人工智慧AI技术 当民众疑似发现毒蛇拍摄将照片上传 就可辨识毒蛇种类 也可提供给医师做判断 机管署统计 全台每年约有1000名以上民众遭毒蛇咬伤 最常见的就是被出血性毒的龟壳花 赤尾抬咬 神经性毒的眼镜蛇与雨散截 以及兼具出血和神经毒的锁链蛇 机管署防疫医师刘宇伦指出 温献发现 被毒蛇咬伤后 若没有毒蛇血清救命 致死率恐高达6% 蛇的特性与外观息息相关 机管署科长 郑雅芬说 全身青绿色的赤尾抬喜欢待在矮树梢上 不与树叶融为一体 所以较常见咬伤民众手指或上肢 龟壳花的肤色偏花棕色 喜欢在落叶或碎木屑地上活动 最常攻击人的脚趾或脚踝 民众若到山林活动 外影穿长裤 包鞋 行精草丛建议打草精蛇 郑雅芬也强调 据毒物科专家分析 国内常见毒蛇种类的蛇毒不会立即致命 被蛇咬伤务必保持冷静 记得蛇的外观 尽快脱掉首饰 手表等 避免被蛇咬肢体肿胀而卡住 系住不可冰敷 以免造成更多伤害 旁人也绝对不要用嘴吸毒 以免毒透过粘膜渗入人体 反而中毒 因多数民众对毒蛇出没地及遭咬伤后 就医资讯并不清楚 机关署与农委会防检局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陆沙社等单位合作建制毒蛇又欢咬伤 救急资讯站HTTPS冒号双斜杠BITES.4D4.GOV.TW斜杠 透过资讯视觉化的方式 提供民众毒蛇出没地点 并整合就医等医疗资讯 供民众第一时间找寻资料 机关署科长正雅分说 全身青绿色的赤尾台 喜欢待在矮树梢上 常咬伤民众手指或上肢 龟壳花 喜欢在落叶或碎木屑地上活动 最常攻击人的脚趾或脚踝 记者陈杰林 摄影分享分享分享留言猎一